你最重要的是那個單一查一個查詢 那查詢一個之後的話 後續當然你可以篩選比如說產業別產品 客戶名稱等等的 那甚至呢你也可以再去查建檔日期 或者是其他只要是日期類的這些日期都可以 那另外也可以查什麼查數量啊查單價查總價 其實這些呢通通可以查詢 其實可以再延伸出去做一些修改 比如說像我今天如果查詢 篩選業務做完之後 其實篩選產業別就很簡單 其實根本不太需要改什麼 我只要一先怎麼樣 先在這邊 程式把它從頭到尾 複製之後貼上 把原來的篩選那個業務 改成篩選產業別 把這一行先拿掉 不然他有錯 你到時候也不知道 然後呢 再來就是請輸入什麼產業別名稱 然後請務必輸入資料 這個不用改 那其他的地方呢 只要再改一個地方 就是你將來的那個Auto Filter 後面這個是第幾欄 記得把它改成4 因為這個就是你要查的是哪一欄 以那一欄為條件 OK那其他的話 他會有一個關鍵是查詢 然後查完是不是1048576 如果是1048576 那本來是查不到資料 不過特別注意哦 這個剛剛同學有提到的一點就是那個 如果你的版本是2003 或以前的話 那你就要注意哦 是6536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過理論上 目前好像還大部分 開到舊的檔案 對 XLS 那就有可能是6536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還在 再確認 因為他有可能會向下相容 所以你可能要Ctrl向下 那這個因為他的版本是那個Excel檔 再不然的話 你乾脆哦 如果是舊的檔案的話 你就是在這邊把它停 對 不要用那個97到2003這種 因為這個XLS 這種格式只有6536 要不然你就是全部統一啦 不過我發現哦 還是有蠻多大企業哦 他們還是這樣2003 很多大公司哦 他為了要節省成本嘛 他想說 反正這個我已經買了授權 然後呢 我為什麼要再重新授權 所以有一些公司可能 還是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那最後的那個比數是不是6536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是 就要用6536來判斷 好 那其他的話應該就不用改了 改完之後 其他我想應該就差不多 那做完之後的話一樣哦 筛選業務就改完了 改完之後我們來試一下 我這邊有增加一個按鈕哦 按下去 產業別名稱的話呢 比如就叫金融業好了 那這樣這個地方我就輸入 那你會發現哦 金融業馬上就幫我 放到這邊來了 OK 那當然哦 那你會發現 未來 如果你覺得哦有沒有 每一個其實這邊都重複的話 其實這一 這一欄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要不然你也可以什麼 把這一欄給刪掉啦 那你要把它刪掉很簡單嘛 Colins 刮鬍 裡面比如你要刪第三欄 你就加個3 點Delete 這一欄就刪掉了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看你有沒有需要 那其他的話呢 篩選產品 其實很簡單嘛 一樣改個4 4改成5嘛 OK 然後呢 客戶名稱也是一樣 就是改成12 那可能會還有什麼地方 會需要再做修改呢 其實 再來就是所謂的多重查詢 所謂的多重查詢是什麼呢 幾種狀況哦 如果說你要查的是 業務姓名有兩個 可能是這個和這個 兩個其中 反正只要有那個 其中兩個其中有一個出現 那你就幫我查出來 可能你要查的是幾個人 那你就可以什麼 那兩個以上多重查詢的話 那我這邊有 就是說 你可以有一個X再一個Y 有沒有 那XY的話呢 將來呢 最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在下面這裡 其實我有用黃色的字 就是在criteria1 逗點有沒有 加一個operator 這個operator就是說 你要的是XL and或者是 and是交集 交集是兩個 不過不可能一筆資料 兩個都存在 所以這裡是偶爾 偶爾是什麼 就是第二個人出現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查 兩個以上的人的話 那你可以跳一個input box 輸入第一個 第二個 然後呢 一個 第二個是Y 一個XY 然後輸入完之後的話 再來它查就會是查兩個 可是結果的話 你可能那個名稱有沒有 它的名稱可能就要什麼 小咪 漢 可能中間是要加一個漢 反正這個名稱就是X&Y 然後你就變成說 小咪 然後那個菜頭 兩個同時出現 OK 所以這個是多重邏輯的部分 我想這個延伸性 請各位 這幾下練習看看 那產業別剛剛講的就是 把這邊改成4 那再來的話就是有關那個 如果你要做什麼呢 數字的篩選 所謂的數字篩選就是說 我今天是要查什麼呢 查某個範圍 比如說 數量好了 或者是總 其實你油標放這邊 按下那個資料的篩選 你會發現 如果裡面的資料 假如說是數字的話 這邊會出現數字篩選 如果你今天 裡面的資料呢 是文字的話 它這邊會出現文字篩選 那其實剛剛那個是包含 那數字的話呢 也許啦 不過如果你不知道說這種怎麼去比較的話 也可以錄一下就好 錄的話不用從頭錄 你只要錄這個動作 它也會告訴你 那其中呢 假設啦 我要介於好了 介於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總價 假設好像買房子有沒有 實價登錄啊 我要介於可能 買的能力嘛 你可能要評估啊 不像年輕人可能光這個價錢啊 可能你查完之後你再應該也不會想買了 連我都不會想買 因為在台北市買那個房子啊 隨便一個很舊的房子啊 都一定是幾 都是千萬起跳的 天啊 這個 買下去的話等於一輩子當 當烏弩就好了 因為光一千萬 一個月假如是繳五萬塊好了 而且是要繳二十年 所以那時候 前一陣子新往台大一個教授 我要叫什麼名字 他寧可讓什麼 讓 建商島也不要讓年輕人 怎麼沒有未來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自己陳述說 他覺得生活有品質 是從他 房貸父親的那一刻開始 他才有覺得生活是有品質的 不然的話呢 一直都會有那個房貸的壓力 所以這一點 當然深有同感 真的沒有房貸的那種壓力 其實是 才有可能會想到說 我要去做什麼其他的消費 才會想說 要不要再去規劃什麼 比如說暑假啊 假設有空可以到處走走啊 買東西的時候呢 也比較不會說 一定要精打細算要比較啊 等等的 那這裡的話呢 當然 如果你要介於的話 那這層次怎麼撰寫 其實基本上 我在雲 等你可以錄一下 基本上就是 一定有一個X 也會有個Y 就是請輸入那個總價的 不過這個我這個敘述 可能可以再修正 總價大於的值 就是超過那個 比較低的啦 所以這個應該什麼 比較低的再比較高的 小於的值 那就會介於嘛 那裡面的話 比如說是總價好了 我如果要篩選總價的話 那我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我要把這個欄數 把它改成第八欄 就是這個總價 OK 然後Field 再來的話呢 這邊一樣 這邊 Critial 1 要加上一個大於等於X 關鍵在這裡 然後呢 Operator要END 剛剛是偶爾對不對 請你改成END 然後呢 Critial 2是Y 是 是什麼 小於等於Y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的那個名稱有沒有 它的工作坊名稱是介於 所以如果我把這一行 乾脆直接拿來 那不過這裡 這個地方是沒有房呆 所以如果要房呆呢 請自己再加上去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有個什麼 篩選總價 然後並且在這邊呢 我增加一個篩選總價的一個按鈕 這邊篩選總價 篩選總價 OK 那我基本上只有改那幾個地方 然後呢 再來就是 跳出 那總價的話呢 這邊我看乾脆加一個千分會符號 這樣比較好看一點 這個大概OK好 那篩選總價 那說大於哪來多少 大於好 假設是50萬 個時百千萬 十萬 OK 小於100萬 個時百千萬 十萬 百萬 50萬到100萬之間 好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會出現 藉由 藉由 50萬 與 應該是倒還是什麼 反正就50萬 與100萬之間 好了 OK 你會發現結果就幫我列出來了 就在這裡 那瞬間呢就可以幫我把我需要的資料 倒到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了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你將來要去做一些後續的分析 比如說結合樞紐分析表 或者是你要做後續的分析啦 或者是等等的功能 會比較方便 那有點像前置作業 那那你後面我媽 下禮拜還會再講到就是有關批次的 一次按個按鈕 你區間全部都幫你查完 所以你可以給個清單 他會我們再跑一個回圈 就自動全部都全部查完 那你就是再去做後續的動作 那這樣的話你會快很多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講到有關什麼 總價就是數字篩選 OK 所以關鍵是數字篩選 多一個條件 然後呢 Criteria這個地方 注意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就是加一個房呆 然後最後就是日期 日期特別注意 日期的話呢 我們一樣是介於好了 那你將來要改的話 你自己再錄一個那一段 然後稍微改 那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是建檔日期 假設我今天希望針對什麼呢 建檔日期這個範圍 欸假設我輸入哪一天到哪一天 他就自動幫我把哪一天到哪一天的資料呢 搬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欸那這樣很方便 以後我就不用在那邊查來查去 那可是問題哦 怎麼做 特別注意 當然跟剛剛數字篩選還蠻像的 只差別就是多一個y 那y的話呢 起始跟結束 不過這裡的話 可能需要解決這個x 這個x好像幾乎一模一樣有沒有 大於等於x 而且小於等於y 這個好像一模一樣 跟剛剛的數字篩選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介於x與y 好然後這邊特別注意哦 欸因為哦 你會發現這邊的話 多一個什麼呢 再加這個這個名稱的時候呢 我多了一個x的變數 那這個變數什麼意思呢 因為哦 如果x呢 他的那個日期有沒有 日期的話中間的分隔線哦 一定是一個斜線 可是這個斜線哦 假如你現在哦 把它拿來當成什麼 當成是工作表名稱的話 Enter 它會出現這個 您進入的工作表 或圖表名稱無效 OK那當然你幾個啦 其實名稱裡面呢 不能有這個 這個 反斜線 正斜線 問號 心號 中瓜胡 這些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怎麼辦呢 我就換了一個方式 再不然哦 乾脆什麼 把它取代成 合法的 底線 用底線來代替好了 因為你實在沒辦法用斜線 所以我用底線來代替 至少啊 讓使用者也知道 看得出來是日期 加豆點也不行 豆點可以 反正我用底線來取代 所以這邊的話呢 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是 多了一個什麼 底線哦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是在 建檔日期 筛選建檔日期 那其實就是多個底線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一樣哦 最後呢 我把這個程式貼上 然後呢 在這邊 我就篩選 什麼呢 篩選那個 建檔日期 那我建檔日期的話 我是希望在 哪個範圍呢 2008 1月好了 建檔日期 假設我今天 2008的 1月1號 好 然後呢 在2009年的 譬如說 1月1號 假設一樣 好 德式一定要打錯 因為打錯的話 他也找不到 按確定 好 找到之後的話呢 這邊會出現 介於有沒有 2008的1月 與2009的1月1號 一樣會查出來 所以這個建檔日期 就會自動幫你查出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想我們就延伸出去 還可以做出一些些的變化 包含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第一個是多重的查詢 兩個業務 那你關鍵在這裡 第二個是去做數字篩選 我是拿篩選總架做練習 另外一個是篩選日期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延伸的 如果說你將來 你有用到很多的這個複雜的一些判斷 你假設不會寫沒關係 錄製一下 那如果說呢 這些已經夠用的話 你就先用這些來做修改 那我們這邊當然有幾個地方 有做一些修改 可能要 基本上概念清楚的話 應該都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就是 數字的篩選 然後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多一個條件 我們也是用介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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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